牧師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謝主能夠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來分享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奉獻的見證 要先講結論 感謝上帝 十一奉獻使我蒙福 也使我的家蒙福 也會使您蒙福 我們常常聽到馬拉基數三章十節講到說 萬君之耶和華說 你們要將當那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 使我家有糧 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親服於你們 甚至無處可容 這句話是真的 是真的 那很奇妙的事情 上帝家不會缺糧 那上帝這是一個試試看上帝的一個 他叫我們試試他把這個奉獻放在上帝的 這個手中的時候 他會為我們敞開天上的窗戶 請服於我們 甚至無處可容 這是真的 那上禮拜 家鴻弟兄就講到他聽到 第一堂講到就是奉獻對不對 那他就去奉獻 總子一路就蒙福 大家有聽到他的那個 他的蒙福是非常的大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想像的 那我也回想到我的奉獻的道之路 那像我在退伍後 我大學沒有再教會 那退伍後回到教會 那聽到我們一個牧師講到說十一奉獻 其實我從小到大聽了很多次 那可是這一次牧師講奉獻 不外乎就是建堂 擴大服飾 所以需要一些經費這樣 那這個牧師講的奉獻是蒙福的泉源 那上帝不缺我們的奉獻 他就講到說上帝要動工 他會調度萬有 那真的不缺我們的錢 那既然十一 那我就試試看好了 既然有 那麼大的福氣 為什麼我來試試看 但是大家也知道萬事其頭難 這個十分之一是 那一步是非常的困難 那時候我剛好要退伍 剛好要找工作 其實大學沒有很認真讀 認真讀沒有幾位 那我找工作的時候是有點心虛 所以我就禱告上帝幫助我 那我就 如果跟上帝講說 如果我有工作 我就來守這個十一奉獻 那我們做社工那時候大概是 我們大概20K 社工大概是25K起跳 起薪 那我就大膽的禱告說 薪水我至少要高過25K 其實我知道我大學沒有讀好的時候 那個能夠拿到25K 其實已經不錯了 那我說那再高一點點 上帝你竟然要祝福我 那再高一點點好不好 那就真的就高了一些 我覺得高了還滿多 就還滿高興 那也是被一家那個教學醫院的這個社福 社福室錄取 我覺得也是 那也是感謝主 這是不容易 那愛福利也不錯 那那時候 那你錄取之後 要還願 然後說那到底要約定奉獻 還是要十一奉獻 後來我決定說那既然要蒙福 乾脆一次到位好了 就十一奉獻十一 其實那個也是掙扎了一段時間 那結果奉獻十一之後 然後就會反而我更注意就是 我的花費 那會管理自己的金錢 那管理我剩下十分之九 因為十一已經奉獻了 那十分之九一定要好好的來管理 那其實後來薪水雖然少 可是我竟然還可以存錢 那我就存了第一桶金 第一桶金幹嘛 拿來娶老婆 我覺得娶老婆很值得 那個費用後來都是我自己花費的 我覺得感謝主 那我結婚以後老婆會覺得說 那你也要十一奉獻嗎 我說好 那就試試看吧 她也說好 那試試看 因為上帝真的一次祝福我 那薪水也一直往上 那她就也順服了 那順服就蒙福 那我們就是後來 我剛開始說看薪資 一直往上一直往上 後來到一個程度我就不看了 那去年報稅的時候 我突然發覺說 薪水已經超過我當時以前 在所有學生都想到了那個數字 我們都有一定一個數字 然後直上 就會想超過我的想望 達到不可能的數字 所以我真的一直感謝主說 蒙福就真的是沒有缺乏 那也上兩週也聽到這個 兩堂教堂弟兄的分享 那我們的行動就是說 要預備好健堂奉獻 那以前不太懂奉獻的時候 聽到健堂會有奉獻的壓力 那這次我一直禱告說 一直禱告說 那這個 就是說 教會說要健堂 那我就說那次禱告說 那這些結果是 我覺得蠻興奮的 因為有再次有機會參與奉獻 因為我們知道說 上帝不會隨便選人來健堂 那 所以如果要蒙福 要跟著這一波的浪潮 你就要先準備出發 就會得福 那我已經先準備好 那你準備好了 其實上帝的檢選 我們要讓我們蒙福 就是大家就是要試試看 就是奉獻其實 就是營救奉獻 上帝真的會使你蒙福 因為上帝真的使我蒙福 謝謝大家